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华晨宇 宁环宇和贾胜强 不过通过一部电影的方式将一届选秀比赛背后的真实故事完整地翻上大萤幕 电影《我就是我》无疑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 选秀节目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对中国的大众文化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他们娱乐的方式还有他们所遵循的价值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来说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对于很多价值的坚持 这个是有普遍性的 只不过故事是一个快男的选秀的故事 二人一赞快乐男生成长继之《我就是我》 代表人物华晨宇 华晨宇无疑是近一年来娱乐圈最受瞩目的新星 他出唱片开巡回演唱会 登上各大音乐排行榜 站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而近期他在胡闹卫视明星旅行真人秀节目 《花儿与少年》中的表现 更是为他赚足了人气 哇 这么大一头猪啊 快快快 我要给他喝个饮 第一次看到大海太酷了 真的 好闲啊 目前华晨宇正在潜心准备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而即将于9月6号举办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的门票 更是在6月28号开售仅仅一分三十五秒之后 做创纪录的宣告受精 我特别喜欢你唱会 因为我觉得那个舞台是特别自由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玩 随心所欲地唱 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 然后哪怕你 你不用担心你 唱得好不好听 不用担心你破音或怎样 或者是跑掉 都无所谓 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很舒服的在唱 如今的华晨宇已经成为娱乐圈呼风唤雨的新宠 不过当时间转回一年前 刚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他 却更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卡 就是去玩 我觉得玩得开心就行了 因为本身就是 就是去了 也去因为长沙那边有好吃的 是别人跟我说让我来的 一心想要到长沙大快躲鱼的华晨宇 那时候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 这趟美食之旅 最终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凭借海选时演唱的《无字神曲》 他迅速窜红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火星弟弟 就是一定要亲身经历在 就是身在当中才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那种对你的喜爱 对你的热情 然而一夜成名带给华晨宇的 不仅是惊喜 还有巨大的压力 由于从小父母离异 参加快乐男生之前的华晨宇 一直狗窝居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 离弃期节目播出后 来自外界的大量关注 让他一时很不适应 甚至一度想要退赛 一夜之间 全国有很多的人都知道你了 认识你了 然后关注你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 就是我不能随随便便的 走在大街上了 突然一下就不能随便 在街边的路边摊吃东西 感觉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会很压抑 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是 就当时就很想退赛了 从一个平凡的大学生 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的 签约艺人 接踵而至的一切 让这个干什么事都喜欢 随意点的大男孩 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与此同时 来自粉丝的理解和支持 给了身形内向的他 坚持下去的动力 我当时就是觉得 他们对我是真的太好 好到 就是让我不知道 要说什么 后来我又想去做什么 比如说 我也想过要是每一个人 给我留言或信息什么的 我要一个一个回的话 那也回不完 然后有那么多人 如果每个人要签名要合照 我也合不完 写不完 后来我就想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台上唱 我留在这里让他们看到我 然后我有去在舞台上去 展现一个他们最想看到的 比如说也是我最想做的 就是我自己 展现出一个最自由的状态 这样他们看了就会很开心 从粉丝那里重新获得能量的华晨宇 开始慢慢享受快乐男生的舞台 而他在比赛中的表现 也更加自由 奔放 渐入家境 然而正当华晨宇在舞台上充分释放自我 享受着鲜花和掌声的时候 关于他的扑面消息也逐渐很多 五花八门的质疑和八卦 充斥坊间 我自己做出了选择 我自己就不会后悔 其实我做错了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这个想法是错的 那就错吧 就是错了之后 那我就 错了之后 我再改呗 就这样了 都行 就是如果 但是是我自己认为我错了 那我就改呗 但是 我又不是说你 从一开始你告诉我 你觉得这些东西不能做 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那我就要去按照你的方式去 那我不就是为你活着吗 我是在为 我是在做到你想要的花成人 而不是我自己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还会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就是我 不为别人而活 刚刚年满24岁的华晨宇 对于生命的理解 却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和清醒 不过熟悉华晨宇的人 却都知道 从小在离异家庭长大的他 并非生来就如此随性 我以前活得挺累的 当我后来就决定 接受这一切的时候 我就想说 活得随意一点 因为我跟他 我今天不是离婚吗 这个对他有所打击 他这个自闭症 就从那个时间开始 压抑 很压抑 我会很怕吗 他才能参加这个比赛 我觉得到最后 他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觉得他最想要的是 刚才飞进了最年 他是一个值得的 最终一只很少表扬华晨宇的父亲 在快乐男生总决赛的时候 带领全家人一起来到了比赛现场 用实际行动为儿子加油打击 陈宇 我们全家都来了 今晚我们要以实际行动 支持华晨宇 加油 如果有一天我有小孩的话 我可能会用爸家我的方式 去对待我的小孩 从独自宅在家里的怪咖少年 到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从小和家人缺乏沟通 自比压抑 和互相理解 获得认同 华晨宇的性格 也逐渐变得更加乐观爽朗 某种程度上来说 快乐男生的比赛 对于华晨宇来说 更像是一次真正的成员礼物 我觉得花花她是非常聪明的孩子 她对于世界的理解 和对于人的理解 是绝对的远远超过了 她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快乐男生总决赛之后 华晨宇和经纪公司签约 搬到了北京 虽然已经逐渐褪去青涩 走上了明星之路 但是华晨宇却并没有 年少成名的忘乎所以 她在嘴边的 仍然是那三个字 随意点 我没有改变 我从 我从比赛到现在 我就觉得 我一直都没有变过